死也就罢了 听说头都被人割走了 这些 当真是同一人所为 经查验 皆死于封天画戟之下 荒谬 我独眼龙刘宗 征战沙场数十年 见过的猛将无数 所谓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只不过是 不过是杜撰而已 将军何出此言 末将不解 两军交战 手中士气 为了增加士气 自然无所无用其极 捏造战神 不应从传说 这是最简单 最直接的方法 原来如此 那之前传闻的独眼刺客 莫非也是有人杜撰 你说的是那刺杀许林之人 那个袁绍大人 不是已经断定为 河内司马家所为吗 独眼刺客之说 亦不能算是完全杜撰 莫非确有其人 司马家巨招和许林离奇之死 也许并无多少关系 但此事恰好能被我方利用 编织传闻 夸大其事 造出一个独眼刺客 抗衡敌军的英雄传说 英雄传说 西梁军先杀我关东二十九元 独眼大将 后将功劳尽归一人 不应正是要造出一个 无敌的战神女伍 我方若是没有铝布般的强者 士气必然弱于敌方 只要我方的